民众开车行进南投水里市区 这时眼前出现一群大型重机 从他车子左方超车 一辆 两辆 三辆 总共十二辆重机 跨越双黄线逆向行驶 民众当时在水里二平附近 遇到这群重机 由于这处路段宽度只有八公尺 车队违规超车 令其他用路人心惊胆战 毕竟生命最重要 我是觉得 需要去赶那个时间而去违规 大型重机团体 上星期才在凯道争取国道路权 没想到隔天就被民众 募集一群重机违规 象征路权却又不守法 民众有话要说 我们开车的时候 有时候重机会在里面 钻来钻去 其实我们有时候会有害怕 因为通常是骑了一个重机 可是是摩托车的行为 跨越双黄线朝车 违反大陆主管条例第47条 可以主行来币1200元以上 是罚款 另外在北二高 又有重机骑上国道 警方检取电话接不完 但其他重机车友认为 每种交通工具都有违规驾驶人 不应该拿放大镜来检视 这毕竟是少数人的一些行为 不能足以代表说 所有的撞机的 多数人的一些行为 重机团体争取上国道 敏感时刻却不断有歧视违规 会不会成为害群之马 各界都在关注 记得洪坚敏南投报导